法案 首讀 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 法案 二讀 財政司司長 主席 我更動議二讀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 香港回歸祖國十六年 民生、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都有重大的發展 踏入2014年 我們進入了關鍵的時刻 我們需要一起為香港未來作出承擔和準備 為我們這一代以至下一代的幸福 鞏固堅實的基礎 社會正就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進行討論 我恩切期望社會能夠求同、傳遇、達致共識、實現普選 經濟方面 去年外圍的環境是動盪 美國聯儲局在去年年底改變維持多年的量化寬鬆措施 資金進出香港的頻率和幅度可能會有所增加 我們必須做好防禦 處理在所難免的波動 同時把握全球逐步變動的格局 尋求下一輪的發展路向 行政長官尚月公布一份全面為及不同階層市民的施政報告 提出160多項措施 涉及250億元的額外開支 我會在財務資源上作出全面的配合 盡快提供市民期待的服務 我去年成立長遠財政計劃小組 為人口老化以及長遠承擔 作出更周長的財政規劃 我衷心感謝小組的學者和專家 過去大半年的新勤工作 提供獨立和專業的分析和建議 小組報告指出 隨著人口老化 勞動力下降 香港的經濟和政府收入增長會減慢 如果開支的增幅 持續超越收入的增幅 結構性赤字在所難免 這個結論提醒我們量入為出 和審慎理財的重要性 我們需要留意整體財政的健康狀況 適時推行針對性的措施 確保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 今年預算案的主題是競爭力 我會就香港作為國際樞紐 產業的推動 發展的要素和限制 財政的可持續性提出一些建議 我希望這些措施能夠提高香港的競爭力 幫助經濟持續增長 令營商環境更有效率 增加就業 保持健康財政 使得每一個市民都有機會發揮所長 改善自己的生活 追求自己的理想 2013年環球經濟面對不少挑戰 但是香港本地經濟保持穩健 全年增長是2.9% 較2012年的1.5% 是有顯著的進步 歐美經濟的復甦速度緩慢 拖累香港外貿表現 輸往美國的貨物在2013年是收縮4% 輸往歐盟的貨物全年也微跌1% 中國經濟是表現堅韌 是區內的動力源頭 為香港經濟帶來支持 香港貨物出口超過一半 輸往內地 增長較其他市場快 旅遊方面 內地旅客佔所有旅客的七成半 有助穩定香港的經濟 支持本地的就業 能源和原材料的價格穩定 入口食品 價格升幅 亦都大致溫和 本地價格的壓力是較為顯著 私人房屋租金方面 2012年上升的滯後效應 使去年第三季的通脹稍為上升 不過隨著新定私人租金至去年初升幅收窄 通脹有所回落 2013年全年平均整體通脹率是4.3% 基本通脹率是4% 較2012年回落了0.7% 失業率全年平均在3.3%的低位 有助支持本地消費市場 去年財政預算案中推出的各項計劃 包括330億元的一次性反周期措施 對經濟增長是有1.3%的提振作用 有助穩定經濟 保障就業 2014年 美國經濟是有望改善 但是聯儲局就退市和加息的部署 存在不確定性 隨之以來的市場波動和資金逆轉的風險 是來年環球經濟發展的隱憂 歐元區擺脫了衰退 但是基本問題有待改善 金融市場脆弱 失業率高期 受到疲弱的基礎因素局限 經濟復甦步伐只會緩慢 日本政府債務高達生產總值的兩倍半 二十年來面對通縮的困擾 經濟缺乏動力 日本政府去年依靠量寬措施刺激經濟 但是增長趨勢能否延續是未知之數 這些先進的經濟體的財政問題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結構失衡 債台高速 失業率高期 為了推動經濟增加就業 當地政府希望採取擴張性的政策 但是為了修補公共財政 減少財赤 又不得不面對緊縮的壓力 政策的矛盾會令到社會磨擦 動蕩頻生 經濟復甦難途波折 我們應該引以為加 新興市場方面 在寬鬆的環球貨幣環境下 超低利率和資金氾濫引發各種風險 包括資產泡沫爆破 股匯波動加劇 通脹壓力升溫 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表現未如理想 世界多處的地緣政治局勢 在來年存在不穩定因素 值得關注 局面會否惡化 實在是難以預料 內地經濟增長較快 為區內經濟帶來重要的支持 香港本地消費也維持正面 訪港旅客持續擴張 大型基建工程快速進行 推動內需 而外圍疲弱的狀況 亦可望較去年改善 我預測 2014 年本地生產總值 有3%至4%的增長率 低於過去10年4.5%的平均增長率 失業率方面 只要外圍形勢沒有逆轉 可望保持全民就業 至於通脹 環球經濟增長以及物價升幅 仍然會是溫和 食品價格亦大致平穩 本地方面 生產要素成本的升幅 趨向緩和 加上去年新定住宅和商店租金 升幅顯著減慢 有助降低今年的通脹壓力 我預測 2014 年全年平均的整體通脹是4.6% 基本通脹率就是3.7% 在低利率資金泛濫的情況之下 本港物業市場偏離經濟基調 泡沫風險高企 在樓市供求回復至到較平衡的水平之前 政府是有必要維持各項管理需求措施 以免樓市泡沫風險增加 損害本港整體經濟和金融的穩定 我會繼續密切留意外圍和市場的情況 在適當的時間 就這些非常措施作出適當的調整 有市民憂慮香港的優勢滑落 擔心競爭力和發展速度不如以往 國際地位是會被其他地區取代 影響本地經濟和就業 優越的競爭力不是理所當然的 不會自然延續 我們需要不斷地改進 把握機會增強實力 我們要認清楚自己的優勢和限制 鞏固一直以來的成功之道 亦要居安施危 因時制義 針對環境的轉變作出回應 香港多年來的經濟成就 除了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之外 很大程度是建基於我們 堅持自由市場的原則 和國際都會的定位 上個月 香港連續20年位列美國傳統基金會 經濟自由度指數的榜首 我們在世界銀行世界 稅庫環境報告中 稅務便利程度連續八年明列前茅 更是發達經濟體中 整體稅率最低的地方之一 瑞士樂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 連續九年將香港列入全球 最具競爭力的三大經濟體 這些國際的肯定和認同得來不易 反映香港的比較優勢和社會價值 以及多年來的努力和堅持 是我們的無形資產 我們的競爭對手正在不斷進步 我們要加倍努力 保護這些價值 維持這些優勢 市場經濟的制度 為企業和個人提供選擇 香港有今天的經濟成就 不是單靠內部經濟帶動 我們一直是跟全球接軌 跟境外 建立廣泛和深厚的商業聯繫 發展國際市場 我們維持市場開放 確保人才、貨物、資金和資訊自由流通 鞏固香港融匯中西的國際都會地位 香港一直參與並受惠於國家的 經濟改革開放 回歸之後 一國兩制更成為香港獨特的競爭優勢 除了是內地最大的投資者 香港亦擔當國家跟世界經貿往來的 中介和橋樑 國家新一輪的經濟改革 將為我們帶來競爭 亦都帶來大有作為的發展空間 我們在貿易物流、金融、旅遊 和專業服務四大環節 已經建立起相當的規模 在國際上是有出色的表現 這些產業成為今天香港的經濟支柱 不是由政府硬性指定 而是業界憑植自身和香港的優勢 投入幾十年的努力 經過國際競爭、太弱流強 才將香港發展成為商貿輸納、金融中心 和國際旅遊城市 這些產業在可見的將來 仍然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向更高增值的方向邁進 開拓新的增長點 繼續支撐香港的經濟和就業 我們同時必須耐心培育有潛質 具備國際競爭力的新產業 為未來經濟發展發掘更多新的機會 人才、土地和人口老化 是制約香港未來發展的主要因素 我們必須多花心思、突破、限制 為未來培育充足而合適的人才 增加土地供應、擴大經濟的規模 以及未雨籌謀及早為老年化社會作出準備 �次推特埠 6